好久不見 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我是李奇 那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還沒過完就是新年快樂 那今天 其實要來講一些有關時事的事情 很久沒講時事的事情 而且前一陣子也休息好一陣子 先跟大家報告去 近況 近況就是因為我多監了一份職 所以基本上 YT這東西呢現在只能有空才做了 因為經濟的關係 因為做YT其實 沒有幫我經濟太多所以呢 我多監了一份職 那也因為兼職的關係呢 所以接觸到一些 口罩的廠商 是國外的不是台灣的齁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現在 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口罩 我剛剛去外面繞了一圈 但我沒有戴攝影機齁 所以沒有畫面請多見亮 那就是一堆的阿公阿嬤 或者是小朋友在排隊要領口罩 台灣最近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所以導致口罩嚴重的缺貨 不要說只有台灣就是包含全世界 都是這樣子齁 那所以目前為止呢 全世界口罩都缺不缺缺 但台灣目前比較嚴重的是 因為它的產能齁 那個跟供應齁 有點不太對比齁 所以其實台灣長期本來就是 依賴進口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就是 台灣政府他現在讓一個人 就是一個禮拜只能拿兩片 兩片還三片的樣子 我昨天好像有聽說可以到三片 但目前還不確定 可是他公告是以一個禮拜兩片為準 然後單號健保卡 一三五拿 雙號健保卡二四六拿 然後禮拜天都可以拿這樣子 那這今天是第二天 也就是單號的第一天齁 所以這兩天基本上拿不到是很正常的 後續可能會比較好拿 但我覺得也沒有那麼樂觀 那根本不要講說第一線人員 再加上餐飲的齁 餐飲或在機場工作 或是在第一線接觸人員 餐飲為什麼算呢 因為餐飲他要是比如說 工作人員 比如說內場人員 要是有中患病毒的話 那就一定會成為群聚感染的病源齁 所以這種第一線人員 他其實他是非常需要口罩的齁 當然政府也在因應宣導說 大家就是要讓有需要的人先拿 台灣現在其實目前齁 就是還蠻健康的 其實健康的人士都可以不用拿 有慢性病的啦 或者是有需求的可以先去拿 可是我跟你講台灣基本上 根本就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我今天去看的時候呢 根本就都是大家大排長龍能搶先搶齁 因為大家一開始其實就沒有囤貨了齁 那李奇很有幸的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還有買一點點就是其實也沒有太多 然後有準備了一點所以過年有用 到目前為止也還夠 可是也已經快要沒有了齁 那也認識了一些口罩廠商 但也可以進貨 但目前就現在政府而言 他的宣導級政策呢 根本沒有人想去碰這一塊 其實李奇有原本想進 但他的要求是要一萬片 一萬片的話你進來 我跟你講政府馬上就找上門了 第一個他要怕你是營利 第二個這種口罩這種東西 他其實是用藥 你要是有販賣 你就是用藥事發來制裁你 所以導致其實各大廠商跟進口商 他其實就算有門路 他也是進步啦 那李奇也有去找那種小單位的 比如說一盒一盒的齁 基本上訂單都被取消了 所以其實政府我覺得他開放 在口罩開放上我覺得 其實可以再更狂一點 假如說有廠商可以幫台灣 進到更多口罩和樂部 但他的限制實在是太嚴格了 所以導致大家都只能就是去搶齁 這一點假如說政府有聽到的話 那這樣子是希望說他們可以再做改善 因為今天聽到是說他可以讓 個人進口一千個 但一千個誰要幫你送 一千個口罩廠商基本上是不會幫你送 他們起跳就是要一萬個 那要一萬個 你要廠商要做 要願意進 然後要可以賣 第一個除了法律的問題 第二個當然也要有賺頭他們才要 這個就變成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口罩其實一個 呃 台灣的我們現在目前是賣五塊到六塊 那假如說你要廠商有賺 要進到裡面我覺得至少要到十塊左右 因為像之前 因為工作需求齁 我們在買學院的口罩 學院的口罩他基本上 因為我們是 就是有在 就是要進出機場 所以他 我有在看一些口罩 像隨便的口罩 他基本上 還沒有漲價的時候 他一個就要高達十五塊 但當然他是特例 因為他是因為廠牌的關係齁 所以他會比較貴 比較高一點 那一般的口罩當然是 我覺得 就算進口 要到廠商可以接受的範圍 我覺得大概在十塊 十塊上下齁 當然是 就是出谷啦 略谷這樣子 當然各國也都在 在缺貨 那剛剛講到一半就是 我找的小單位的口罩 基本上一開始有訂程 但後面都被 後面都被取消了齁 因為各國現在所有的衛生單位 跟健保單位呢 都在徵收口罩 那 他們的理由都是 因應武漢肺炎 所以他們的口罩通通被 健保局跟 衛生單位徵收走了 所以他們就不再出給我們了 這樣子 所以到現在我也還沒有 從國外拿到任何一盒口罩 然後也還進不來 也不想進來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導致今天台灣到現在 還在缺口罩狀況齁 因為你 藥劑師 你要他去 找國外的 口罩廠商 那根本 他沒有 之前接觸這一塊 他基本上他現在要找 根本就找不到 那 你像做貿易的或進口商 他們有這種門 但他們就完全不想碰這一塊 因為很簡單 很麻煩 你只要一盡大量 你馬上政府人員 就找上門來 你 其實說真的 從商的就是怕什麼 很簡單就是怕查稅吧 或者是怕跟政府有一些些 零零碰碰碰一些關係或幹嘛 所以現在真的沒有人要碰這一塊 那當然還是一樣 老樣子跟大家講 就是 讓有需求的人先去拿 你自己想想看那些醫護前線 再加上餐飲人員 跟 機場工作的 或者是船務工作的 這些都是飛帶不可 甚至於可能一個禮拜兩片都不夠的 好不好 那 我看阿公阿嬤 對阿公阿嬤也要帶 因為畢竟說 死亡率七八十歲以上比較高 但你要是可以 關在家裡 那你何必去浪費那個口罩呢 你們已經沒有事了 那就在家裡看電視 反正現在 阿公阿嬤也很厲害 會上網幹嘛 我剛剛去看的時候 還有阿嬤拿那個 手機給我看說 啊是你口罩剩幾個 大概幾點會開 喔很厲害你知道嗎 那個 連進貨幾個 喔兩百零四個 現在到九點還沒兩百零四個 他一定還沒開門 你知道講得一清二楚 超厲害的 還在那邊跟我講 跟我講解一下 我看完我就說 真的很忠心佩服這些長輩 他們其實不是不學 只是 只是沒有一個 用意讓他們學這些東西 所以假如可以的話 大家不要出門 會害怕就不要出門 那至於正常人的話 其實在外面是 基本上是不用戴口罩 要把口罩留給我們 真的留給我們前線需要的人 那要是有門路 可以進到一千個以下 口罩自己使用的人 那當然是最好的啊 那也歡迎大家提 就是跟 李奇齁 或者是跟大家講說 這種門路 假如說一千個以下可以進來的話 其實 稍微貴一點 大家都可以接受 因為對台灣防疫有幫助嘛 好啦那今天重點 就大概講到這個 口罩 最重要的重點還是 希望大家可以 不要這樣子 就是一窩蜂的去搶口罩 然後再來掰了位 再講一下下 我們的 防疫的 主管真的很認真齁 大家最近看到他們落淚 應該是 心有其其言都覺得說 大家很努力或幹嘛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 台灣真的很奇怪 就是有一些人 一定要來破壞這種東西 尤其那一種 說上飛機 然後不知道那三個人是誰的那些人 那我沒有指誰喔 就是那些人 那些人 說難聽點 就像保潔說的 你今天你不是坐船耶 你今天你不是說過港口 過關而已耶 你是坐飛機耶 你以為當兒戲 你說人家不知道 三個人 三個人就這樣上機 然後就到這裡啦 病毒直送 你知道嗎 那根本就是 很扯的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講是誰 我們也不要針對人民 我們也不要針對政黨 但這個真的是很扯 很扯的事情齁 你今天 這種東西不是當兒戲耶 但我就不相信你那邊 那邊早就沒有名單 再加上我們的 防疫部長那時候 就防疫主管他們 為什麼會在那時候落淚 我相信這裡面 一定很多 不可以告你的秘密 或者怎樣 可是 還是謝謝我們的那些 防疫的主管 跟第一線人員 齁 這麼努力 那也希望台灣可以平安成果 這一次 只要在下個禮拜 人數不要破百 基本上台灣 就算是守住了 你其實在大膽預測啦 真的是 台灣人數只要不破百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再下個禮拜 但只要下個禮拜 一旦破百呢 那大家就要再加油一點了 好不好 好那就先這樣啦 那我們 下一次再見啦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掰掰 拜拜